从多个平台的预定量可以看出 客流量较少的小众宝藏目的地 成为端午假期的出游首选 个性化 品质化 体验型的旅游产品开始紧喷 从游客群向来看 称年轻化趋势 尤其是80后游客群 近五成是亲子游 是90后亲子订单的两倍多 同时 定制游 主题游相比2019年同期更火爆 其中 定制游订单量增长近三成 主题游订单量增长365% 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除此之外 酒店式度假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新选择 也就是选择一家度假型酒店 以酒店为目的地进行长达两到三天的深度旅行 吃住玩一站式消费受到追捧 相比2019年同期 端午节周边酒店的预定量增长约三成 其中 高薪酒店预定量占比近五成 比五一假期提高了近一成 不仅如此 以度假别墅 民宿 木屋 房车 帐篷露营等为主的飞标住宿 也有不错的市场表现 部分核心城市周边的热门民宿 木屋等 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多种多样的各类文旅产品 是居民家庭周边有的主菜 就是纯天然的 大自然造就的这些风景 这些景点 这个比较好 关于风景 因为带着孩子 想跟孩子长长见识 放松嘛 放松的时间短 然后出去玩一下可不是为了放松 现在城市里每天就这样过 其实挺无聊的 对 没什么事可以 如果有时间的话会想出去玩玩 数据显示 各别城市的局部疫情 对以中短途出游为主的端午假期旅游市场影响有限 低风险地区居民 假期周边休闲度假的需求依然旺盛 那么新的旅游消费场景正在生成 年轻化的出行趋势愈发鲜明 对旅游产品的品质化要求提高 当主要客源从陌生人变成熟悉客 如何应对旅游市场的新需求 王健有去过这种吗 就是自己的所谓的小众宝藏的保留景点 宝藏倒没有 但是我基本不怎么去大众留景点 今年清明期间 我选择了去天津的一家 滨海的一家酒店 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你入住这家酒店 它会赠你周边的游乐场的门票 当然周边有一个小小孩非常喜欢去的 一个叫方特乐园 那清明玩了之后 到了五一 他还可以给你提供天津海洋馆的门票 那你一看你说 孩子上一次玩得非常好 他就说 爸爸我还想去那个地方 我想去另一个地方玩 你就会再一次返回那个地方 这就是小众旅游 其实对你的这种反复的刺激 吸引着你再次去 那如果是大众景点 恐怕就不会那么简单 急急嚷嚷的 然后走一圈回来了 到此游游过了 下一次可能就不会来了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我们 其实你是否能够提供 附加的服务和吸引力 我觉得是至关重要 其实王健老师刚刚提到的 就是来了 还想下次再来 还带着别的人 实际上他更享受这种生活 它是个综合体的概念 对 它不仅是个住宿的外景 它还涵盖了石柱形 包括油 甚至还有购物 还有娱乐 它应该是这里边 到了我这个地方 你所有的需求 我都能给你满足 这个来讲 对于产品的供业方来讲 对于资源的整合能力 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 因为80后90后 目前已经是我们旅游市场的 主力军了 6076后呢 可能还是偏重于观光的 但是呢 8090后呢 它更强调的是一种 社交的属性 就是说这个地方 它有一些创意化的 潮流式的 甚至还有一些标杆式的 能不能发朋友圈 能不能打卡 能不能 这个经历 对我而言呢 提升我的一种阅历 学习的时候 有一个理论叫做 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 当时呢 我受这个启发呢 还专门提了一个叫做 旅游地的 或者旅游产品的时尚周期 每个产品 它有时尚性的 因为可能 这个阶段 这个产品可能很受欢迎 可能过了一段时候 年轻人 但是偏好 涌现出不断的新的一些产品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有很多的网红打卡的项目 或者网红打卡的一些 景点会出现 也适应了这个 不断变化 甚至不断迭代的一种消费需求 的确 最初没有互联网的时候 大家旅游 往往喜欢抱团 抱旅行团 然后它都给我安排好了 到了有互联网之后 你会发现 有一些变化了 它是一个海纳百川的 把所有的信息聚集起来 让你去选择 然后你在上头去选性价比 我去玩玩的好 然后我会写日记 大家去看 说它的旅游经验很好 那我就要循着它的足迹去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 又进入了一个新的 崭新的阶段 你会发现 比如说在抖音快手上 一些景点非常有益的 做好短视频的营销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重庆某网红地区 大家都非常大的这种 刺激的高空大鞦韆 正好一段短视频几十秒 然后在网上 通过这样的一个 强刺激的方式 形成了一个自身的循环 我们做规划项目 里边有一句话叫做 情景规划和体验设计 用一个通俗大白话讲 从你待你的地方 可能到一个别人 待你的地方去 但是是一种异域 你在原来的 常住的灌藏环境中的 一种异域的生活体验 但是这是对你来讲 它是一种独特的暂时的 因此从情景的角度来讲 我们还是说 希望它能够在 另外一个异地的生活当中 也能够有一个 高质量的生活品质 沉浸式的体验 和那种可消费的场景